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澳财网出品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是主持人Ivy 今天我们依旧是远程链线国满金资首席分析师魏瑞浩先生 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解析 首先您好 Ivy你好 在两周之前我们讨论了一个话题 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澳大利亚能否向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那样 再次借助中国的力量进行一个经济复苏 而在节目播出后是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兴趣 本期节目我们依旧是来谈一谈 与这个话题有关的最新进展 在近一段时间当中 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欧盟以及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国 在美国攻击中国要求调查病毒来源一事上 是并没有给予一个热切的响应 甚至是还有所保留 然而疫情不是很严重的澳大利亚 不但是成为了美国的坚定追随者 而且在这两周之内又是掀起了一波 声讨中国的舆论小高潮 首先您是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当然我们主要是从经济角度 但是从其他角度来看呢 澳大利亚这个不停的跟着美国去要追踪 所谓的中国的责任这个思路呢 我个人是不大理解 我甚至觉得是有一些些荒谬的 事实上呢如果从澳大利亚实际情况来说 中国的病毒爆发的一个高潮 其实在两月份 而澳大利亚在两月份 事实上呢从中国一开始输入了 这个极个别的案例之后呢 并没有太多传播开来 这中间呢既有澳大利亚即时关闭国门 也有中国自己主动关闭国门的 这样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功劳在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这个后续的 疫情的大传播更多的是 从美国和欧洲输入的 这个是有直接的数据的支持的 尤其是在一开始 美国输入的案例非常的多 那么到最近呢这个欧洲输入呢超过了美国 而来自于亚洲尤其是东北亚 在中日韩这三个国家的输入案例 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真的要去追责任的话呢 第一是不是从澳大利亚角度要去追 美国为什么没有管控住 第二呢是不是要追澳大利亚政府自己的责任 说这个澳大利亚政府 为什么没有像关闭对中国的边境 那么快的关闭对欧洲和美国的边境 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追究责任的做法 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当然搞清楚一开始的发展情况 那么作为一个经验和教训呢 在以后呢提高大家应对能力 这样的建设性的做法 当然是这个非常欢迎的 但是呢随意的推卸责任 尤其在目前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呢 显然不应当是首先去做的事情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在政治上 不怎么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而且呢是一个于事无补 对疫情控制和未来经济恢复 也没有太多益处的行为 是的 其实上周四呢 澳洲统计局发布了一个最新贸易账 之后其中的数据有表明说 澳大利亚三月的这个贸易盈余 较二月份呢是多出了67.3亿 增幅是高达174% 在全球多数国家都是在忙于应对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呢 澳洲这个外贸出口却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 而其中最主要一个去处呢 只会有一个可想而知呢就是中国 那么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谈到说 澳洲某些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压力呢 而极力呼吁要压制中国 但是从三月份的这个贸易数据来看 首先您觉得说他们是不是有些一厢情愿了呢 嗯我觉得那事实上本地对于和中国的经济依赖的看法 也有很多方面了 事实上在数据公布的之后呢 也有一些评论指出呢 简单的说我们要去掉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依赖 这件事情本身是不现实的 因为呢中国的需求是对巨大的强行把这个市场去掉之后呢 你不并不能凭空制造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需求 当然了三月份的这个数字本身呢 应该来说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数字简单特别的高 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一次性的原因所导致的 其中有过去的这个一二月份呢 由于中国自己的关门呢 使得中国的需求大幅度减少 那么到了三月份之后呢 开始有需求增加的问题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 是在中国或者亚洲的疫情爆发之后呢 澳大利亚停止了大量的这个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要知道澳大利亚不仅这个是往中国出口是最多的 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当中呢 中国也是占第一位的 而贸易营这个账呢是计算的是出口额减去进口额 那么一部分的这个进口的大幅度的下降呢 也使得这个贸易营显得特别的高 在这个图表上也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呢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 但是同时呢也说明了中国经济恢复 对澳大利亚来说有多么重要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还是喜欢举龙虾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发生疫情之后呢 中国停止了这个生鲜的海鲜进口 使得澳大利亚的这个龙虾价格呢 一下子被腰斩 但如果现在去看的话 龙虾价格又回到了大概100澳币 一公斤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上 价格已经恢复到正常了 因为中国有重新开放了对澳大利亚的一些产品进口 那么这一次情形呢和08-09年呢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似性的 因为呢中国呢是疫情第一个爆发的地区 但是同时是第一个走出疫情恢复景气的地区 那么呢中国的市场的需求的增加呢 使得澳大利亚呢是可以有机会搭上这样的一个便车 而且由于澳大利亚的这个疫情的控制呢也是比较的好 所以呢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的话呢 甚至除了货物贸易之外其他的一些服务出口 都是有可能有重新开放的这个机会的 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讲呢 非得要跟中国的关系闹得非常的僵 不是特别的有意义 对澳大利亚来说显然没有太多的一些好处 对其实怎么说呢 很明显中澳之间如果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而其实中美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啊 不过有一个词在疫情恶化之后呢 又被媒体所提起那就是脱钩 无论是特朗普抵制这个 WTO还是要让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 其实都是一种脱钩了 但首席您是否觉得说澳大利亚在全球化方面的态度 似乎与美国并不是太一致呢 是在全球贸易方面 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非常的现实和非常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决论 事实上呢最近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你刚才讲到了这个WTO 最近呢很多时候的很多报章都在把焦点化WHO上 事实上WTO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我们知道呢之前呢特朗普由于呢不满美国和很多国家的贸易关系呢 是叫停了对WTO的一个仲裁庭的法官的一个聘用 然后呢由于他不再这个任命一个新的法官呢 使得这个WTO的仲裁庭的法官人数达不到下限要求 从而WTO的仲裁庭其实是已经很长时间无法正常运作的 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显示呢由欧洲签头 同时呢包括像澳大利亚中国等等的都纷纷支持呢 WTO呢做一个临时的新的这样的一个仲裁的机构 那么这个仲裁机构呢就不管美国了 那么其他呢愿意接受的国家呢又可以重新通过这个仲裁机构呢 来进行这个WTO的一些正常操作 在这一点上呢澳大利亚是非常支持的 中国也表达了比较明确的支持的态度 因为呢这个全球全球贸易这个点的话呢 从所有的历史的角度来看 更多的这个贸易沟通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那么特朗普做的很多的反对全球贸易的做法 虽然在政治上可以给他赢得很多的选票 但是呢从长期的这个对国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全球经济的促进来说 这都是在开倒车的 就像你讲的合则两立 而且呢如果是一个多边的这个合作的话呢 那可以是一个多赢的机会 而不应当呢太多的去做一些互相指责 即使是像病毒或者公共卫生这样的事情也是一样 那么大家互相分享数据可以更准确的掌握这个病毒的信息 那么呢互相分享这个医治的经验呢 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控制病情 甚至呢更早的合作研发疫苗 而不是呢大家各个各的互相指责 而这样的效果只会这个更差 嗯接着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移民啊 因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呢本月初承认说 受到因控制疫情需要关闭边境的影响呢 本财年近海外移民是减少了超过30% 而下一个财年移民人数呢还是将下降85% 这将成为澳大利亚近几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 首席这恐怕会对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复苏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吧 是应该说是一个很糟的消息 事实上我们在讲澳大利亚的长期经济 始终处于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看法的 结论呢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呢是澳大利亚更接近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更快的核心地带 也就是呢亚太多 第二呢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在本身是一个发达国家体制比较完善前提下呢 其实人口增长是非常快的 而这个人口增长呢一半来自于移民 澳大利亚的增加的人口呢一半来自于本地的这个正常的自然出身 另外一半来自于移民 而澳大利亚长期经济繁荣的核心点 其实在于人口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增长 因为经济说到底呢都是和人有关的 这个移民人口呢甚至比自己本身出身的人口呢 对国家经济来说贡献更大 因为呢你没有负担他们前期的教育和养育成本 但是呢得到了他们的工作能力 甚至有一些投资移民时代的资金和很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 和一些外部的这个机会和资源进入这个澳大利亚 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活力的一部分 如果把这个移民去去掉的话呢 澳大利亚经济的增长呢很有可能就会非常难看了 我们在之前呢一些节目当中也说到 澳大利亚过去几个经济增长更多靠的是人口增长 人均GDP的增长其实是非常广慢 甚至有的是会出现负增长的 如果把人口的增长这个停下来的话呢 那澳大利亚经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停滞 这个对所有的经济信心民众的信心的打击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澳大利亚经济某些部分 非常依赖于移民和一些短期签证的这个进入 比如说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服务业出口 分别是教育业和旅游业 如果这个不能够有大量的移民进入的话呢 会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游学生很多是有移民的这个想法的 那么如果把移民这个口子关掉的话呢 澳大利亚教育业的受到冲击将不会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现在很多大学已经快出不了了 对 确实这个人是生产力当中最活跃的一个要素了 那么成功抑制了疫情的澳大利亚呢 在接下去的经济复苏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占了一些先机吧 那么您觉得说这个机会莫里森政府能否抓得住呢 我觉得确实我们面对着一个不错的机会 甚至呢又是一次和08、09年很相像 就是中国恢复的更快 澳大利亚呢因为离得非常的近呢 有可能又会成为一个在发达国家当中第一个恢复 而且呢又出现一波经济强势增长 增长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希望呢他不要错过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呢也不像有一些媒体渲染的中网的关系差等这种程度 在政治上呢就关系一般 但是呢事实上在一些经贸关系上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 比如说我们看到三月份的这个贸易数据 那很多就是往中国出口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个WTO的绕过美国的这个仲裁的仲裁庭的事情 这个事情上中国和澳大利亚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相反的像日本韩国都还没有这个决定加入这样的一个 绕过美国的仲裁的机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澳大利亚是清楚在经济上和中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的 再加上呢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传闻 包括像澳大利亚的这个负责疫情的这个总的监控和协调的这个主管机构 也出来进行了公开的发言 那么除了澳大利亚最早可能会和 新西兰互开边境之外呢 他也提到了下一个最早要考虑到的可能是亚洲国家 其中主要就是中日韩 他提到了带来和中日韩的经贸关系对经济的重要性 以及呢中日韩对疫情的控制 其中中国和韩国对疫情控制是非常的好 那么现在情况和澳大利亚都是比较相似的 这个增加的数量非常少 这些国家之间相互之间互开是在讨论过程当中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可能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和嘴上讲的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可能也不完全一样 甚至呢已经有很多的舆论造势说要首先开放留学生入境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留学生的这个最大来源国呢 是中国而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从这些务实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乐见莫里森政府呢能够跟中国呢有更多的合作 我也希望呢在这个政治的这个言语上 政治外交的这些交通上呢 可以有一个比较平衡的说法 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讲了 简单的指责中国初期控制不力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理由 甚至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么荒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和做法的 也不是很这样的猪脚 大家呢可以放下一些陈建呢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怎么恢复经济 怎么让失业尽快的减少 让这个普通的民众的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 这个东西比所有的政客的政治追求或者选票 那我觉得可能都要更重要一些 嗯 好的感谢首席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精彩的分析 那么如果想要更多了解有关更多中澳关系的相关内容的话呢 也欢迎您关注并订阅澳采网微信公众号 和YouTube澳采网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